在开打不少的餐业者也搭上了这股热潮 有人推出了氏族大餐 整套的餐点不仅可以吃到足球蛋糕 也可以吃到巴西风味餐 还有业者推出了三滴球状的披萨 不然强大氏族风把披萨做成球状 想吃的话要怎么下手呢 那这跟我们最近的氏族餐非常相关 那我们一起为您的周球状一起做个加油哦 吃球状披萨得用剪刀剪还得有专人服务 但是披萨怎么没料呢 原来在这里 造型非常的有趣 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市族赛也开打 所以就是这个形状感觉让人家跟上潮流 一开始看到会非常的惊艳 然后就会觉得很特别 披萨的饼皮包着红酒牛肉吃 这样的新鲜吃法正好赶上市族赛开打 老板亲自围上围裙擀面皮 不仅要抢搭足球热 还要大局抢客 每一个人点餐都有每一个人的单独的一个披萨 我就感觉到哇真的很棒 就是说这样的都不用分享了 那么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点出自己喜欢的披萨 加油加油加油 除了三天球中披萨要球迷趣味尝鲜 还有饭店业者也趁热大推市族餐 巴西餐点摆满桌 有酸中带辣的五彩吉丁 又浓浓巴西味的炸鱿鱼排 餐后再来个足球奶油蛋糕当甜点 足球赛开打 餐饮业竞向PK推出足球餐 为了业绩摩拳擦掌 毛起来 至于领远边提钟 请不吝点赞